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迈入第七年的HOT岛屿音乐剧 25号起在花莲文创园区登场 晚间六点钟 金曲音乐人苏米恩、王洪恩等人 要带来精彩演出、揭开序幕 另外还有岛屿纪录片的放映会 以及岛屿工艺展 展出了百件跨海来台的日本冲绳工艺品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 有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HOT岛屿音乐剧 以一年在花莲与台东一年在冲绳的方式办理 活动迈入第七年 近年受到疫情影响 但为了持续让花莲台东和冲绳保持文化交流 特别规划一个月的岛屿工艺特展 结合冲绳县传统工艺振兴中心 与诸多日本当地211件精致的工艺品 在华创兵分展出 OKINAWA一样对日本来讲 它是比较便宜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都非常的深厚 那为什么要挑音乐来做切入点交流的项目 是因为花东跟OKINAWA一样 音乐都非常强 OKINAWA是著名的音乐之岛 像那个夏川里美啊 暗世奈美会啊 其实都是OKINAWA的人 那我们花东更不用讲了 每年的金曲奖表演的得奖的 花东已经都很多 那所以我们就用音乐开始来做切入点 但其实我们比较注重的是部落跟部落 音乐人跟音乐人的交流 我们一直 我们的想法是说 只要文化更深入 它就比较有后续的 所以我们比较少做那个比较大型的演出 这意思就是想说 能够做更深入一点 那今年的岛屿工艺长就是 曾经跟我们交流过的六个单位 有240件的展品 非常的不容易 那也要谢谢 沖繩驻台北事务所的大力协助 那今年他们也特别把这个 从超过500年的这个年表 做一个展示 非常的难得 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来看 活动名称以这三大城市的英文首次为首 组成HOT 第七年的岛屿音乐祭 为台湾与冲绳重要的音乐交流盛会 期盼让台湾冲绳两地的文化交流 由官方而民间持续深耕发展 岛屿工艺展展期节日起至10月25日止 更多活动详情 请上岛屿音乐祭 活动官网和脸书粉丝页 接着长方夜华联士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